男人用射钩器往墙上打了两个膨胀钩 接着把钢丝绳的两头扣在钩子上 另一端则连上小型拉力器 随着同伴按下开关 墙壁瞬间拉出一个大窟窿 两人带着工具迅速钻过去 来到银行金库的防盗门前面 凯奇拿出电钻 在锁眼上打了个小口 随后用注射器 将两种化学药剂注入进去 很快混合的液体产生了反应 下一秒索性直接被炸飞 紧接着凯奇将微型探头插进小口 通过观察内部构造 慢慢地拨动马盘 等齿轮卡进正确的位置 凯奇转动把手 十吨重的防盗门便轻松打开 两人进入保险库 强哥看着摆放整齐的金砖两眼放光 而凯奇则将一旁的现金往袋子里装 正当强哥想去搬砖时 凯奇告诉他金砖太重 凭他们两人根本带不走 有这一千万已经足够了 说完两人提着现金迅速撤离 可刚出门就碰上了一个石荒大汉 强哥上去就是一炮子 掏出手枪准备干掉对方 但凯奇却不想滥杀无辜 这时接应的同伙赶到 强哥当要开枪却被凯奇一脚踢开 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 不料手枪走火打在强哥腿上 同伴见状也是一脸蒙圈 凯奇只能将他先拖上车 可钱还在巷子里 于是他又返回去拿 然而刚才的枪声惊动了警察 大批的警车正朝他们赶来 同伴害怕被抓 一脚油门快速逃离 他急忙前去追赶 但还是被文迅赶到的警察堵住 凯奇反应迅速 三两下的功夫就放倒了两名警察 捡起钱袋扔进车里 随即坐上警车猛踩油门潇洒离去 可他刚驶离现场又遭到围追堵截 慌乱中凯奇把车开进停车场 他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 从高台上冲下去 成功甩开了追来的警察 没想到出口处设置了路障 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 这也导致车胎被扎破 失控冲进了对面的工厂里 眼看大批警察赶到 凯奇知道已无路可逃 于是他选择乖乖举手投降 可这时警察才发现前代失控的 一千万现金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男人拿着刚抢的一千万马内 却直接扔进了火炉里 因为他已被警察包围 只有这样才能被法官轻判 接着他淡定的出门举手投降 由于警方没有搜到现金 最终他只判了八年 八年后凯奇出狱 第一时间就来到前妻家看望女儿 但妇女俩一直感情不好 女儿交给他一个快递 说是有人给他寄来的手机 随后变上了出租车离开 无聊的凯奇来到酒吧消遣 这时包裹里的手机响起 原来是同伙强哥打来的 他让凯奇交出之前抢的一千万 凯奇解释钱已经被自己烧了 但强哥根本不信 还以他女儿的性命作为要挟 原来他女儿刚才上的出租车正是强哥的 为了救出女儿 凯奇让他给自己时间筹钱 随后便来到警局 将女儿被绑的事情告诉了警长 可警长并不相信 因为在他们的资料库里 强哥两年前就已经死了 接着他就被带出了警局 进入电梯之后 凯奇突然出手 迅速放倒两名警员 拿走门禁卡 潜入档案室 现在知道强哥下落了 只有当年接应他们的司机老王 查到老王的住址后 凯奇立马赶了过去 老王此时刚回到家 便被埋伏好的凯奇堵住 他上去就是一炮子 算是给八年前的背叛出了一口气 接着逼问他是不是强哥绑了自己的女儿 但老王却十分嘴硬 气得凯奇又赏了他一脚 老王只好告诉他 他的女儿被关在强哥的后背箱里 此时抓捕凯奇的警察赶到 趁着他分神之际 老王突然发起偷袭 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 凯奇手里的枪也被打掉 而警察已到达门口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从阳台上跳到了旁边的屋顶 追上来的警长开枪射击 好在并没有打中 可他刚跑到大街上 就被一辆迎面驶来的出租车撞翻过去 凯奇突然想到 女儿当时上的出租车 与这辆车是同一家公司 于是他立马劫持了司机 在他的逼迫下 司机与公司取得联系 很快查到了强哥的车牌 凯奇根据位置找过去 可拉开车门才发现并不是强哥 原来这是一辆贴牌车 线索中断的凯奇找到好友小美 他也是当年参与抢银行的一员 银行金库里还有一批黄金 凯奇希望小美帮他偷出来 再用黄金去赎回自己的女儿 情况紧急小美只能答应 与此同时 警长来到出租车公司 找到了强哥的资料 他这才意识到凯奇没有说谎 另一边 凯奇和小美拿着工具 进入银行下方的通道里 利用测距仪确认金库的位置后 正式开始了行动 男人用测距仪在下水道一阵笔划 然后通过精准测算 来到金库的正下方 接着戴好护目镜 点燃火焰切割器 上千度的火焰瞬间喷涌而出 凯奇将切割器对准金库上方 不久后便刺出一个大窟窿 金库内部的钢板也被切开 而上面正是价值过亿的金砖 火焰烧到金砖上 很快融化成液体顺着洞口流下来 落入水中慢慢凝固 凯奇触发了警报 附近的探员立马前去查看 可当他们进入金库时 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景象 此时凯奇已将黄金运上了车 随后和小美驾车逃离现场 但两人的车子也被警方锁定 当他们行之路口时被警察拦截下来 等警察上前查看 发现车上只是一个假人 而凯奇正带着黄金准备去赎回自己的女儿 他来到一座废弃的游乐场 强哥已再次等候多时 凯奇搬来金子让他放人 强哥却并没打算放过他们 还翻出以往的旧账 原来八年前凯奇为了救一个陌生人 将他的腿打伤 害他成了残废 现在他要烧死凯奇的女儿泄愤 他一脚踢翻汽油桶 接着点燃火把 凯奇扑上去却挨了一枪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强哥捡起火把 扔到一旁的车上 女儿急得在后备箱里不断拍打 他过去想要灭火 不料却被强哥按在车尾一顿摩擦 他回身一拳把强哥放倒 大火瞬间蔓延过去把强哥活活烧死 凯奇则迅速上车发动引擎 一脚油门朝着水里冲去 车尾的大火被扑灭 可后备箱还是无法打开 幸好导演在岸边放了根铁棍 凯奇用铁棍撬开了后备箱 成功地救出了女儿 可上岸后他也重伤倒地不起 这是一架直升机停在了旁边 来人正是警长和他的助理 他们将凯奇扶上了直升机 当得知他是为了救女儿才盗取黄金时 警长让死去的强哥背了黑锅 不久后凯奇在车上发现一块金子 这正是他们之前落下的 他和小美商量怎么处理 小美让他丢进海里 如果拿去卖掉就会让警方找到证据抓捕 而两人不知道的是 警方早已发现金子不见了 一直在秘密监视着他们 看到凯奇把金子扔了 警长也松了一口气 这下再也不用天天盯着他们了 可当凯奇和小美回到木屋时 桌子上赫然放着那块金子 原来凯奇丢掉的是桌上的松塔 电影也到此结束